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情侣之间一般人也可能会散布不雅照或者是弱照 这会构成什么样的犯罪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专家来为大家解答 欢迎郭一清 郭律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郭一清 吴佩银心理师 佩银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吴佩银心理师 两位好 请看VC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件事已经是在网路上引起了热门的讨论 那网路上有些讨论就在我们整理了一个情境 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情境大概就是说 兄弟们如果传国防大学的这种上课的 这种视讯外泄的这种春宫影片给我的话 那我看到这种论坛上有很多网友都要跪求老司机 求上车 那我就好心上传到国外的载点 来给网友看 这样的情况有没有触法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目前看到很多这种裸罩外泄 或者是春宫影片的一些问题 那在法律上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责任呢 我们先马上来先请教一下郭律师 郭律师要请教一下 那个散布国防大学学生那种春宫影片的这个人 散布者他会不会有法律责任 是这个散布者的话他当然是有责任 其实我们刚才VCR里面是有看到的 他是有所谓的这个散布猥蝎物品罪的问题 那这个到底有没有得到这两位 这个当事人的同意这件事情 可以等一下再讲 因为那个另外还有妨害秘密的问题 那但是如果纯粹是散布的人的话 我们就暂时当他不是拍摄的人 那如果是散布的人的话 就是有这个所谓的散布猥蝎物品罪 那这个规定其实把它整个 把它架构化来看的话 它的重点就是在于 它必须是要散布播送贩卖 公然陈列或者是以他法攻他人 观赏听闻 这个是一个动作 那至于它散布的课题的话 它的内容 对它的内容就是比如文字 图画 声音 影像等等 所以这个散布影像的部分呢 在这里是会以散布猥蝎物品罪来做处罚 那我必须要说是这个是目前 唯一该当的一个法律条文 但是事实上我们就是行政院 他们现在在倾向在做这方面的立法或修法的时候 他们是倾向另外再定一个叫做散布性私密影像的这样的罪 另外要考虑修法 对因为要说这个是猥蝎物品 其实我想被害人看了 如果是被害人已经是被害的身份 他并没有去同意 然后又说他的影像是个猥蝎物品 其实是对他来说是很不舒服的 对 所以目前的倾向是会另外再定一个散布性私密影像的这样子的罪 好 但是在修法之前呢 现在还是适用刑法这个235条第一项的散布猥蝎物品罪 它的法定刑事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其实在目前这个我们网络世界里面看到 这样的一个散布猥蝎物品太多了 几乎是处处可见 那但是观看的人有没有法律责任 比如说同学传来 朋友传来 或者是在群组上看到 那观看的人有没有法律责任呢 观看其实是因为它只是一个 就算是一个自由啦 所以其实是并没有 只要没有散布没有其他的行为 他只是被动接受这样的资讯的话 是没有刑责的 是 是 对 那另外大法官617号解释 曾经就这个散布猥蝎物品这部分 有做一些解释 这个部分要不要麻烦郭律师 帮我们解释一下 617号 那个617号其实它讲的是一个 它其实讲的是一般在说的 就是那种A片或者是A书的 这个一个状况 是 那所以其实它跟现在在讲的 散布性私密影像性不太一样 只是说它有特别定义 什么叫做猥蝎资讯 什么叫做猥蝎物品 那这种就是重点是在于最下面 最下面这个 散布行为 足以刺激或满足性欲 然后令一般人感觉不堪呈现于众 不可以忍受 没有办法忍受而排挙 这样子的东西叫做猥蝎资讯或者是猥蝎物品 那散布行为的话就是必须要采取适当安全的隔绝措施 那它没有的话 它就是一个散布行为 而且这可以让一般人见闻的情况 不过它这主要是针对A片啦 跟我们这个有点情况不太一样 对 那郭愚师如果网友把这个取得的这种国防大学的春宫影片 上传到国外的网站 然后弄一个下载的点 然后再回传给这个更多人看 那这样会不会有法律责任 这个部分是很难 其实我们必须要说啦 现在只要载点是在国外的话 境外 对 其实全世界大概都很难去 因为这个IP可以一直跳 一直用VPN这样一直跳 所以其实理论上是我国法可以管辖的 因为这个人上传的行为是在国内 对 而且他是本国人 所以理论上我国法是可以管辖的 但是问题是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是 很难找到这个人是谁 重点在这了 对 然后第二个是 这也很难下架 那被害人就没有办法受到下架的一个 其实被害人最在意的是 希望东西可以下架 对 这样子不要再让一些 伤害他的一些照片影片再传出去 对 但是因为这两点都还蛮难做到 所以这其实是目前 就是法律上 理论上 我国法是可以管辖的 司法管辖所及 对 但是就是 行为 因为行为在国内照理说是可以管辖 可是他窄点是在国外 你境外的话 你完全 没有办法查IP的话 实时上无法去复及到 是 也不是只有这种 尾线物品的这个问题 对 光还很多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网络世界上 现在衍生这种问题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 我们佩颖 佩颖您在这心理智商工作上面 如果女生发现自己跟男朋友的这种亲密照被放到网路上散播 他的心理上面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要如何调适呢 其实这个心理上的调适我觉得它有很大的难度 我来跟大家讲一个 我看到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 这是一个韩剧 他韩剧里头 他就是讲到说 就是这个女生跟男朋友就是上床 然后他其实真的很爱很爱这男朋友 然后男朋友 其实也很会跟他用很多花言巧语 结果呢 他后来就发现 他有一天走在路上 有非常多人看着他指指点点 并且还讲说 他是笑花 他怎么会是笑花 因为他的那个影片上面就载点 某大笑花的春宫照 然后跟男朋友激战等等之类的 然后他就非常的痛苦 因为你知道光是这件事情 你的春宫照上到就是那个网路上 会发生什么事 第一个有多少的男性 会看着你的春宫照自卫 对 然后去意淫你 然后会留非常多难听的话 就某大笑花 什么时候可以换我 那就是像这样 你看一个是大部分男性会作真性 女性会做什么 女性会开始也攻击这个女性 女性很多的立场 她没有办法去站在女性的位置 去保护女性 所以你知道我常常都在说是 其实很多在我们的实物经验当中 毁灭一个女性最快的方式 其实就是让她遭受性攻击 包括性尾屑也好 性骚扰甚至性骚扰 然后性侵 然后再来是我们刚刚所谓的这个 这个性的照片跟性有关的暴露 暴露给别人的这个情况 其实就会带给女性很大很大的心灵的创伤 所以当你问我她要怎么调试 首先她要能够去看懂 跟承认这个创伤的存在 因为这个创伤其实对她来说 是有一种自尊碎裂感 然后再来你会看不到未来 你会想到走出去外面 有多少人看过我的影片 所以对她来说非常困难是 如果她要走修复这条路 首先她要愿意能够求助 你知道在那个影片到最后 真的下场也很可怕 就是这个女生因为知道这件事情 她没有办法再火下去 然后她在离开之前 还去好好的跟妹妹吃一顿饭 把所有的东西送给妹妹 然后就这样跳楼自杀了 所以你说这个难过在哪里是 其实一个羞愧 羞愧是什么概念 羞愧是她的自尊破损之后 她觉得她每一个看到的人 这个人都有可能指责她 或者是耻笑她 所以这个羞愧 其实要重新再重建起来 甚至自尊要重建起来 还有我们所谓 对人的信任感要重建起来 坦白说它是一个很漫长的道路 那你说有没有机会 其实有机会 只是说她的那个情绪的安抚 或她愿意去承认这件事情 已经发生在她的生命里头 然后再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她的修复里头 其实会很需要周遭的人的支持 可是你知道像这样子大部分 因为你如果是跟男朋友 就是做爱 然后又被上传 大部分第一个反应 你周遭的人 他们会是没关系 都是她坏坏 会是这个反应吗 通常不是 大部分人第一个反应 会是指责她说 你为什么这么不小心 你为什么这么不爱惜自己 所以对他们来说的支持是 要获得是非常有难度的 那变成他们要去哪里寻求支持 其实有时候就变成是一些 妇女基金会 或者是心理资象这样子的支持的管道 可是对他们来说难在于 他们大部分是拒绝求助 因为在求助的过程当中 在说明的我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存在 或者是我要去承认这个伤痛 其实是很难受的 对观看者却完全无法体会 这个被观看者的这种心理受创 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来请教一下郭律师 那现在在line上面 有些男生会加入一些群组 在里面专门分享这些路点的这种验照 那请问这种建立这样的一个群组的人 他有没有法律责任的问题 或者是在群组里面 单纯观看这种色情资讯 但没有分享影片 那他们会不会有法律责任 是 就是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在说建群的这个人 他如果说 因为他本身不是直接去散布 这样子的猥亵物品的人 所以其实除非是这个群 本身有特别写说 这个是专门看一些露点照 对 露点照 或者是专门看这所谓的猥亵物品的 这样子的状况 否则很难说他就是光成立一个群 就是一个犯罪 所以只有在说有专门 有特别这样子的注明的时候 就有可能可以构成 对 那刚才还有一个 就是说这样子 就是一开始我们在说 分享这个露点验照 他到底还有什么法律责任 其实刚才少讲了一部分 就是性骚扰的这个责任 那其实性骚扰这个责任 当然并不是像我们刑法这么严重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行政责任 它最多就是法权而已 那但是无论如何 这样子是一个性骚扰 因为它是一个性或性别有关的行为 那违反了这个被拍的人的意愿 跑去把这些东西上传 那上传的话 它这样就是属于一个性骚扰行为 所以这也构成性骚扰防治法 对 它构成性骚扰防治法 所有刑法的这个散布猥胁物品罪 另外有性骚扰防治法的问题 是 这个也可以去派出所申诉的 对 所以这一点要蛮特别的 这是关于行政法的一个概念 所以大家也要稍微注意 那我们再来看看情侣分手 散布裸照的新闻 建议品牌 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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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因为其实现在有一个所谓耳少性剥削防治条例 那它其实它的重点是在于说 是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所以只要它法律 这个条文上面是本身是有规定的 不管它是不是自愿拍 它不管是不是自愿拍摄 只要有拍摄的话 因为就是影响到这个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所以这个仍然是成立拍摄这种 即使是他们双方都同意拍摄 但是因为是未成年 使这个耳少性剥削法这个使用 是 没错 那这个在这个条文把它整个翻开 整个架构整个打开来看的话 它重点是要拍摄或者是制造 或者是就是拍摄跟制造这个未成年人 这个在法里面是写儿童或少年 那就是拍摄制造他们的有关性交 或者是猥亵的一些图片等等的 那这个状况的话 因为耳少性剥削防治条例 它是一个算是加重很多的 行度蛮重的 对 它行度是很重的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所以这个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 所以它是一个行度非常重的 这边所谓的儿童或少年它的定义呢 儿童通常是指12岁以下 对 那少年的话是18岁以下 12到18岁之间 所以这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郭律师 那如果是在男女朋友性爱的时候 男朋友在偷拍女友的这种裸照 或者是性爱影片 女友当下是并不知情的 那请问这个男朋友这样子偷拍 有没有法律责任 其实我们看得到很多的新闻是这样子 是 没错 没错 这个就是刚才有提到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防害秘密罪 那这个就是无故的去窥视 或者是 这个主要是第二个 无故以录音照相 录影 电磁记录等等 去窃入就是在没有得到他人同意的 对 它这个就是偷拍的意思 那在偷拍这个身体隐私部位的情况 当然是有这个所谓防害秘密的问题 对 这三年以下 今天这个刚好有个新闻 就是台北地院的一个法官助理 他是在那个捷运站的那个 等待另外一个助理 他是偷拍群下风光 不过那是防害秘密 这个跟这个是 这个拍性爱影片又不太一样 那个也是防害秘密罪的问题 不过我们刚才讲这种偷拍这种 这种性爱影片或者是裸照 其实过去新闻有很多 像那个中国大王那个网红 詹白白啊 他就是他跟他男朋友也很要好 然后在亲吻的时候 被男朋友偷拍下来 然后在网路上散播 那再来是我们大家过去都很 知道的这个新闻就是 香港艺人陈冠希 他这个裸照门的这个事件 那当时有很多的女明星 也都被偷拍了 这个事情在网路上也都一直在散播著 也是让人有点不声唏嘘 因为这都会影响到他们的人生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佩颖 佩颖如果就是说 为什么年轻人他们会想要拍这种性爱影片呢 那他们在想什么 尤其很多是自拍 其实你知道我之前就遇过一个摄影师朋友 我跟他已经很久没有见面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他碰面 然后他就分享给我 他帮很多女生拍裸照 是 是这些女生自己主动找他 然后他就秀给我看 然后我就想说 你没有经过这些人同意秀给我看 他说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这些裸照 其实有些就是这重点部位 他其实是有公开放在 他自己的IG跟脸书上面 而且也都是这些女生同意的 因为就成为他的作品集 我那时候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会 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想要来找你 然后他就说 因为这些女生 他们在超过30岁之后 他们有一些危机感 就会很希望自己的那个曲线跟体态 是真的有被留下来的 所以他们拍这个裸照的目的是 希望有一天他们可以好好欣赏自己 那个曾经年轻的本钱 这样子的概念 那我其实也去访问过很多人 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 所以我也蛮好奇 到底为什么 结果我告诉你 因为现阶段有太多人 他们有太多元的交友形式 就是开放关系 交换伴侣 这种东西 其实在现代 已经是越来越常见的状态 因为大家已经开始 有一种开放性的 觉得关系里头的忠诚 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关系里头的亲密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亲密要怎么亲密 亲密不一定是忠诚带来的 亲密有时候是 我跟我在交换伴侣的过程当中 我也可以获得亲密感 然后他们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觉得说 我好像觉得更喜欢 或者是更黏在这段关系上面 更喜欢 因为这段关系的伴侣 他是接受我做这件事情的 然后呢 我也曾经听过有一个 当然是我同志圈的朋友 他就真的跟我说 他跟A男 B男 C男 都各自有发生过性关系 他有一次呢 就找了A B C男 四个人一起来 然后他说 那个过程他之开心 而且每一个人都好开心 所以你知道 很多人在性爱自拍 他有一个目的是 他其实也在透过性爱自拍 如果他在一个 比较开放跟多元的交友思维里头 他甚至会觉得这个性爱自拍 还是一种我吸引我下一个性伴侣的一种方式 除了欣赏自己 然后增加我们性爱当中的情趣之外 另外一个是 我也有本钱再去吸引其他人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人 他们在这样子的那个性爱的过程 或交友的过程的很多思维 早就已经突破我们以前 所谓一夫一妻制的忠诚的 然后不能有其他性伴侣 早就已经突破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这这样子的状态 我觉得这不会是最后一期 它还是会持续不断不断出现的 对 这个跟我们传统的思维 已经都完全不一样了 那再来请教一下两位 那为什么这个分手之后 这个前男友或女友的话 会以散布这种裸造 作为这种报复工具 他们的心态是什么 郭女士 我自己遇到的 我自己遇到的案例 大概有两种 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男生是写 这个被害人是个女生 那男生他是希望 继续在发生性关系 就还有就是打所谓的分手炮 就虽然我们要分手了 那但是还是希望你跟我在 对 我们最后的一场亲密关系 那如果女方不愿意的话 就有这样子说我要散布的这个行为 所以我的确是看过这一种 那另外一种 他可能比较不像男女朋友关系 但是我看过的男性的受害人 他是跟这个女性在网路上面 就是网交了之后 女性就引诱他说 请你要不要拍一些你这个新私密影像 然后他拍了之后呢 那个女性就开始跟他勒索钱 那其实 另一种仙人挑发 对 但是其实对方到底是不是女性 其实这个是有疑问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个对方 那他自己以为跟对方在一场网恋当中 对 那但是这个对方到底是谁 他是从来没有看过的 是 这其实另外一种网路犯罪 是 没错 佩莹你的看法呢 其实我曾经就遇过一个这样子的案例 就是他分手之后 他恐怖情人特质就通通跑出来了 然后他甚至在分手了之后呢 就是 还就是可能在网路上威胁说 你这样子分我手 我要破硫酸 我要就是 就是破你全家 恐怖情人 对 恐怖情人特质 然后 当然对方基本上这时候就会去 就是去报警 然后要有那个保护令要下来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我就跟他谈 我就问他说 怎么了 你怎么会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你知道他讲一个非常明确的东西 他就说 他怎么可以让我这么痛苦 所以恐怖情人 他什么时候恐怖 是分手的时候恐怖 或他开始觉得这段关系要梳理的时候 他恐怖的特质就会出来 因为他要立刻又再黏上你 因为他不要分开 所以是分开之后的那个痛苦的感觉 撕裂的感觉 会让他们有一种就是觉得 我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 因为你对待我的这个 这个拉开的感觉 让我觉得太痛苦了 所以我要让你害怕 所以你看我们这种 散播裸造的报复手段 它其实也是跟恐怖情人 是差不多的状态 对 就是说我为了要让你害怕 心生恐惧 甚至我要让你受跟我 心里同样的伤痛的感觉 我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大部分 他们散播裸造 你说他们心态是什么 他们是加害者吗 No 他们从头到尾都觉得 我就是受害者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所以大部分情况是 他们感觉心里受害 转而成为加害者 去加害别人 因为他们受伤很深 他们没有办法消化 他们这样子的情绪 所以反而你说 我们要怎么样保护好自己 每次都上了 那个恐怖情人的车 大家都问说那要怎么下车 他们还说很难下车 很难安全下车 对 可是你怎么做 其实是当你在跟这个人 越来越靠近的时候 你要开始去辨识 他有没有恐怖情人的特质 我常常会说恐怖情人的特质 其实就有三个 就是太好 你会觉得他对你太好太好 好到就是 他想要就是 永永远远跟你 黏在一起的那种太好 然后太多 他给你的爱太多 他给你的资讯太多 他好像祖宗十八代 全部都要交代给你 都要交到你手上 对 太快 太好 太多 太快 你会觉得 天哪 你快要被他的爱给淹没了 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种 恐怖情人的特质 你只要去感觉 就是当你们意见不合的时候 他是不是很容易就暴怒 那你就要注意 因为他表示他没有办法允许 我们有不一样的状态 甚至我们两个是不同的个体 的那种暴怒 其实你基本上就要非常小心了 是 这个刚才讲这个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生活中 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 那再来我们再请教一下 郭律师 那有不少被害人发现 他们的这种性暗影片被散播 那有些是被放到境外网站 就刚刚我们所谈到 这种司法管辖权 有没有办法管得到的地方 问题就是说 这些影片 现在是不是有没有办法下架 尤其国外都要求要有禁制令 我们的法的制度又不同 那要有禁制令才能下架 那我们的法律可能都要等 确定判决了 那还要这个冗长的时间了 那这种情况要如何解决呢 其实我要很遗憾的讲 如果是境外的话 几乎是没有解决的管道 几乎没有解决管道 比如说可不可能是透过一个执行处 或者是 对我们现在是 的确我们现在是 国家是有成立两个机构 这是我们政府成立的 这两个都是政府成立的 那IWIN是NCC 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他们召集了各个主管机关 依据这个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益保障法 成立的 成立的这样一个 那它其实不只是这个性私密影像 那它是只要所有的网络内容 就是有这个不当的情况的话 都可以跟他们检举 那他们会去处理下架 那另外这个所谓的私密的这一个 这个是为福布成立的 它是专门针对成人 遭散布性私密影像 因为IWIN它是依据儿童法成立的 所以它的重点 其实是在保障这个 对于儿童不当的 或是不好的 这些言论或是影像的部分 那那个私密的话 它是完全就是针对成人 然后重点是散布这个性私密影像 的一个申诉管道 这两个都是政府单位成立的 那只是说这两个能够处理的 其实也是国内的网站 那国外的话 其实要沟通是很困难 而且再加上有些网站 其实根本就不跟你沟通 那就算我自己个人去求助 或者是政府单位去求助 其实都很困难 对所以国外的话 我们必须要很遗憾的讲 目前真的是一个比较真空的状态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会上传到国外的载点 这是真的比较遗憾的地方 所以现在真的是毫无解决之道了 对如果是国外网站的话 是它是很困难的 好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那我们再来看看大法官解释 请跟VC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是少女被散播了不压造 被害人他却不能出庭 这个大法官做出解释 那我们请教一下郭律师 大法官为什么会做出这一号805号的解释呢 它重点是什么 好 我们先讲一下这一号的重点 它的重点是说 因为这个少年事件处理法 它有分成两个部分 对于这个少年有可能有犯罪行为 或是犯的是比较轻的一些罪的情况 那因为基于这个对于未成年 对于少年 少年这里也是讲18岁以下 那对于这个少年的保护 那我们是对比较轻的罪的话 是希望他可以未来是有这个 不要留下任何刑事记录的机会 所以他这个的条文 这个36条的条文 是在说这个少年保护事件 因为它分成少年保护事件 跟刑事案件 少年刑事案件 那少年刑事案件 讲的是比较重的罪 那保护事件的话 就是比较轻的罪 所以主要是 就是让这个少年他有一个 我们不能说更生 就是不要去让他进入监狱等等 然后不要让他留有案底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是对于少年的 这个所谓少年就是 少年的这个有犯罪的这个少年 那对他的一些 比较不是那么严谨的形式 不是像刑事诉讼程序 这么严谨的一个程序 一个少年法庭的程序 那因为他的重点是在 保护这个少年 所以以前当初 这个法律规定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说 一定要传唤被害人 不一定要被害人出来表达意见 那到底要不要 这个被害人表示意见的话 是由法官决定的 那这个这一号解释呢 他就是说 虽然这个少年他犯的罪 是属于比较轻的罪 可是他毕竟是有到犯罪的程度 那这个在针对这样子的犯罪 被害人还是有他 陈述意见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仍然应该要传唤这个被害人出庭 那是希望这个法条 就是这个解释就是 要求这个法条要做修正 是 那这样也就是说 要维持这种法庭上面 这个原被告双方 两兆的一个程序上 进行的一个公平 是 那非常谢谢两位 今天这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两位到现场 那也谢谢您收看行动法庭 欢迎大家每周二下午1点钟 到ET Today新闻云的网站 FB粉专还有YouTube 来收看行动法庭 还有中华电信MOD 315品东森综合台频道 也都有行动法庭的播出 请大家准时收看 也欢迎大家到行动法庭的 独立频道 按赞分享和订阅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